开始吧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顶级会宁网影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共度一段非常美好的直播时光 我们今天的两位直播的老师呢 一位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陈昊陈老师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诺德基金的证员郑博士 我们首先呢 请郑博士来介绍一下他自己的背景吧 因为郑博士呢是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个计算机博士 现在呢在基金公司呢当任金经理 我总觉得这个跨度好像有点大 那么请郑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们来看我们节目 王老师好 陈老师好 我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现在是诺德基金福福管理部投资总监 然后拟任福福公募福福基金的这个基金经理 那么刚刚王老师也说了我之前呢是都在学计算机 为什么会突然转到这个金融这个行当来变形来做基金经理呢 实际上我在香港理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呢 我实际上已经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衍生理教育员 也管过这个长短仓基金 我们经常说的就叫做对冲基金的这个基金投资经理 然后呢我在2011年回到内地 然后呢开始做卖方的基金工程研究员 那么在做基金工程研究员的过程中呢 我跟传统的基金工程研究员 或者说大多数的基金工程研究员不太一样的 就是大家实际上量化嘛 大家做的更多的是在选股 但其实呢我一直在研究指数 特别是行业指数啊 包括后来呢开始研究一些大赖资产配置的这个内容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实际上我就是在做在为我 当然我也没有之前也没有预想到啊 这个为后来的做这个FORF基金经理呢 来做的这个准备 所以呢我现在呢是到了诺德基金来成为这个 我们要发即将发行的一支公募FORF的这个理认基金经理 这样看呢咱们的这个郑博士啊 虽然这个专业这个跨度有点大 但是好像在这个职业上还是很加分的 而且呢之前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啊 也运作过大量的这个比较大的 说明这个经验还是特别丰富的 另外呢这个好像是咱们诺德基金呢 要发行一支公募FORF好像现在已经都报上去了 这支基金就是由这个郑博士来主要管理的 那下面要不就请那个郑博士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您你发行的这支FORF基金 它的主要的一些投资策略还有思路 就是说白了就是您打算怎么去管理这支基金好不好 好的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FORF产品啊 FORF产品是一个新的产品 那么实际上FORF是什么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FORF呢实际上是通过公募基金的形式来发行产品 什么叫为什么大家说是公募基金的形式呢 就是说所有的投资人基本上是没有门槛的 通过跟传统的买基金的方式一样 那么我们募集来了这个投资人的钱之后 做什么投资呢 按照证件会的规定呢 80%以上的基金资产 全部投向市面上已有的公募基金 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公募FORF呢 理解为实际上是我们在目前帮助大家来投基金 选基金 然后呢来做这个不同的基金组合的管理 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发的这支FORF基金呢 实际上我们的投资策略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跟大多数的公募FORF的投资策略是一样的 分为两个城市 第一个城市是什么呢是大类资产配置 大家听到大类资产配置可能觉得有点陌生 那么实际上我们把它通俗化来讲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准备在我们投资基金投资的过程中 选哪几类资产 大家都在想呢什么叫做资产呢 实际上我们把市面上 特别是现在内地市场上面的公募基金呢 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是现金管理工具 大家经常听说的像余额宝 像现金宝这一类的工具呢 实际上宝类工具呢背后跟的是货币基金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是雇收类的基金 雇收类的基金呢我们把它通俗的称为就是债券类基金 同时呢我们还投什么呢 还投投资于股票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权益类基金 主要是这三类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投资策略里面要确定 根据整个国家的宏观形式 全球的宏观形式来确定 这几类资产的一个投资比例 选完这个确定好这些投资比例之后呢 我们在分别从不同的这个 这个基金类别里面来选 这些基金类别中的佼佼者 说白了就是我们首先 优选美类资产的配置 然后再来选这个美类资产里面的优秀的标的 听完正博士这个介绍 觉得当一个货币基金经理 真的好难啊什么都要会 就是要会大类资产配置 还要可以去找到好基金 那我们就是说到找这个好的基金啊 这个不知道这个好 这个郑博士会认为 就是它的核心在于什么 听说您对于就是找这个好的基金啊 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一个考察的一个视角 就是好像你把它称为 基金经理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理论 这个好像我们听了觉得很有意思 您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是这样 那个我们其实对于选基金呢 大家知道这个市面上呢 有传统的或者说比较经典的基金评价的方法 这个事情呢 我跟两位老师也都交流过 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字 叫做观其言听其行 那么观其言是什么呢 观其行听其言 那么观其行是什么呢 就是去分析这个基金经理 他的历史业绩 我们通过他的历史业绩 来发现这个基金经理 他本身的风险收益特征 然后来判断他是不是够好 同时呢 我们还要听其行 那么听其行是什么 听其言 那么听其言是什么呢 是要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来了解他自己在做这个基金的时候 他的一个理念 他的一个投资的风格 他一个投资的方法 我们要把他的言和行呢 做一个匹配 来判断这个基金经理 他是不是符合我们所要做的这个优秀的基金经理的标准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还发掘了另外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我们把它称之为基金经理的行为分析 那么就像大家可能了解弗洛伊德 大家都会说这个一个人啊 他的这个行为特征是由他的童年决定的 但是呢我们当然不研究基金经理的童年 我们研究他在从业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事情 比如说他的任职有多长 比如说他是不是管理过不同类型的基金 比如说他是不是有过跳槽的历史啊 那么刚刚王老师提到的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生命周期呢 实际上是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识的一个现象 实际上在A股或者说在内地市场 基金经理啊 他的任职年限的大部分基金经理 他的任职年限都比较短 一般都两到三年 那么为什么是一个两到三年呢 实际上他经历了两到三年之后 要么被这个市场所淘汰 要么他可能在公募基金做得非常好 他就离开了公募基金界去私募基金了 也有可能呢 他在这个公募基金做出业绩之后呢 上升为管理层 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的统计过程中呢 在我们统计的结论里面呢 会发现大量基金经理 他的业绩啊 会高峰期呢 会出现在他任职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 其中第三年的比例呢 是较高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一类基金经理呢 叫做什么 他已经进入成熟期了 他已经开始给广大的投资人呢 贡献他自己特别黄金的一段税月了 所以呢 这一处于这个年龄的 或者这个任职年限的这个基金经理呢 会成为我们重点关注和重点考察的对象 听郑博士这样讲 觉得还是很有道理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陈老师啊 是这个市场这个行为金融学的一个专家 那下面请陈老师谈谈 就是对郑博士这种去考察基金经理的这个角度和理念 您看看您的您是什么看法 您相当于我们一起就这个富富做了长达半年的准备啊 那么这次我们汇总对于这个富富型基金管理的从宏观上基金经理要做什么事 然后呢就是大F的基金经理要做什么事 到微观上怎么样去找小F基金经理 所以这次的收获是最大的 大体上概括的其实还是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呢 就是我们要寻求我们所要的这个一种特定类型的基金经理 那我们要什么样的基金组合到郑博士的富富里呢 是各位持有人所要的 这个简单的说吧 各位一定是希望在牛市的时候啊 尽量别输给指数太多 这是人之常行嘛 你一个翻倍牛是你的基金就涨了30% 你说我就是一个稳健型的 这么说没用 人家会认为我买你的基金买亏了 那熊市的时候呢 比如说指数是腰斩的 然后呢6000点乘3000点了 然后你的呢跌了一个40% 不是50 然后你说我比指数跌的少啊 所以基金经理有的时候他就这样想问题 他就要相对收益法 就是我只要比那指数想我就完成任务了 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说呢这个要不怎么叫 我们与我们的基金持有人的沟通总是有障碍呢 有的时候基金经理认为你用三年五年七年的视角 我就是最棒的 但是持有人就说现在 比如我们当前就面对一个基金 还是一个可原谅的原因回撤了百分之十 那投资者他你到后面看评论你发现他是不能原谅的 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说一个基金经理就必须具备两个能力 一个是择实 一个是选股 而曾博士有一个能力 所以我这次是深刻理解的一件事 在咱们基金业凡是做得好的人 都不是从学投资出身的 而是学理工出身的 因为学理工出身的办法多 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又选时又选股呢 那要是学文科的就说那咱们可以去调研啊 咱们可以面对面的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请问你有什么新的体会 那人家学计算机的正不是就不是 拿你业绩曲线来 我跟一个预设的某根特别设计的业绩进行比较 然后再量化出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达到什么样子就是选时棒 达到什么样子就是选股棒 一旦达到什么样子就是选股棒 一旦达到什么样子的指标 它就是选股和选时都棒 等于一下子就把这些基金经理给拆出来了 我这样一个评价啊 郑博士先咱们不是这么说吗 炒股现在大家都说 既然那计算机能够这个下棋 那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去炒股呢 所以我这次算是已经完全完成了 对郑博士基金的调研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基金存在一个活着的阿发狗狗 郑博士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合适啊 就是他自己是个计算机工程师 所有的思路都最后要凝结为 我怎么样去证明这件事 你说你是好基金经理 那什么是证据呢 你看咱们在互联网强调是有图就之相吧 然后咱们在很多大数据研究中 叫做数据能说明一切吧 他说我必须算出你是优秀的 是看完了你再把他算计一遍 再觉得你是不是投他 所以这次我的信心就大多了 所以咱们今天大家还是服务广泰中小投资者 我跟王颖一起向郑博士学习来了 但另一方面呢 各位做好准备 一定要在郑博士的基金发行的时候 咱们玩一个秒卖多少个亿 最好秒卖十亿 让咱们在很快完成基金的目击 让这个基金风风光光的上线 别像我屡次推荐不同基金的时候 所面对状况 基金首次发行是非常难的 死说活说 咱们的电视观众就是不理你 什么时候理你的呢 就是这基金翻倍了 证明了这确实行 这时候来了 来了之后你就面对一个问题了 它股市的周期啊 它是一固定的季节 一般来说基金入场 开始都是买套 然后要忍耐一段时间之后 股市突然爆发 基金金领有业绩了 这时候也来了 它股市成熊市了 你就是赛努力 你也避免不了 这基金不出彩啊 这时候又恨上基金了 所以你看啊 2003年基金持股2万亿 现在还是2万亿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周期性的这个 就是投资者总是在最不适合买基金的时候去追随基金的业绩 在最适合买基金的时候拒绝任何的推销 这就是问题了 所以各位听我啊 郑博士的基金什么时候获批 它肯定会获批的 因为到股市真缺钱的时候就得把郑博士放出来了 因为福福基金是替股市找钱的 什么时候郑博士的基金 批准了 就说明这个股市的资金集合 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用这个办法的时候了 就同时意味着中长现代地就在这里 所以郑博士运气特别好 当股市有很大风险的时候 它那个基金就压在某部门的办公桌上 不仅是郑博士都没有被批准 一律都不批 我也不知道这人怎么想的 股市这么缺钱不批 那只能说股市还没有缺钱到 必须放出你们这个二十多家富富基金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市场界的信号 这个必须最大力度的买郑博士的基金 我现在就超级托了 但是请各位相信 任何一个建议 都是在当时的那一刻最恰当的建议 这次我们很幸运地完成了所有的基础沟通 我也跟各位汇报一下 只不过其中的细节 郑博士不想让董行全都明白 他怎么样去给基金经理考试的 就像我以前做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样 我教你怎么样去打这个卷子了 所有人都来蒙我 结果我会招收出一大堆不合格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些评价标准 会成为我们不告诉其他基金经理的 私人的保留 如果他答不对这些题 我们就不把我们只有人的钱交给他了 他是不合格的 但我们不会告诉他不合格 我们会笑眯眯地离开那个基金公司 再去找我们新的目标 那就是说郑博士这边 还是有很多的独门秘籍 非常的大 那不是一般的吧 那既然这些独门秘籍 我们不公开讲 我们这个广大投资的心理知道就好 那下面就请郑博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FORF基金 就是比现在就是传统的基金 就是好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就是FORF基金 可能更适合这个市场的很多投资者 我们其实一直在探讨 就是FORF基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有个通俗的话说 就是你买了之后 不抄心也不闹心 大家为什么叫做不抄心也不闹心 首先它适合你长期持有 因为为什么 它成为你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海外 实际上买FORF基金最多的人是哪些人呢 是养老基金 是养老基 那么养老基为什么要做FORF基金的配置呢 因为它追求长期增值 同时呢 这个基金它不需要面临非常多的身熟 那么所以它能够持续的配置自己的策略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 为什么不闹心呢 因为我们做了大类资产的配置 刚刚介绍了 我们总是在选那些 相对来说 或者说总是在选那些 处于牛市阶段的资产 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配置目标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避免 大家在炒股票的时候啊 买债券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牛市以来 大家觉得上了天堂 这个熊市以来觉得自己下了地狱 所以我们叫做不闹心 但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也要看到 这个FORF基金呢 它所追求的收益呢 是一种长期稳健的收益 那么长期稳健的收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刚刚陈老师说的 我们不是一个在这个牛市的时候呢 比指数跑了烂一截 然后呢在熊市的时候呢 只比这个指数少跌一点点 实际上由于我们在资产配置的这个角度呢 做了很多的工作之后呢 会让大家觉得在牛市的时候跑得不烂 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叫做不嫉妒人家 叫不嫉妒 那么呢同时呢 我们也不会在同行面前 或者在其他人面前说 我要拿出来炫耀 看我赚了多少钱 因为这个事情呢 大家都知道 做了这么多年投资都知道 一旦你说你的业绩好了 或者说你说你在股市上面 赚了多少多少钱了 都不用工作了 这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 往往是可能是你向往的 那个天堂般的生活的转折点 听了郑老师这个介绍 我觉得就更安心多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像这个保险基金啊 社保基金 其实他们都是市场当中 就是最追求稳妥的一部分基金了 所以如果说在国外的这个陈述经验 像这类基金都愿意去买FORF的话 那可以想进啊 就是FORF基金它应该是一个 业绩比较稳定 回撤应该能够很好 被很好控制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类别 虽然说这个郑博市这边啊 有一些独门的密集啊 可能要保留一下 但是我还是想 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啊 这个找这个郑博市套一套 给我们这个投资者 就是更大的一个启发吧 就比如说郑博市 您觉得就是在这个选择公布基金经理的时候 您会特别看重他的这个 就是曾经管理过的基金规模吗 就是或者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 王老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是不是这个管钱多的基金经理 他的这个能力就一定强 业绩就一定好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一个统一的答案 因为我们觉得呢 给一个统一的单一的标准是不对的 因为实际上每个基金经理啊 他在做投资的过程中 首先他肯定要证明自己能力 要有一个基础的规模 但是高于这个基础规模之上 是不是一定越多越好 或者越少越好呢 不一定 因为每个基金经理 他的能力是有边界的 有些基金呢 他适合做长期的投资 所以呢 他对于流动性的要求就不那么高 对于流动性要求不那么高的时候呢 他管理的规模可能就会大一些 那么还有一些基金呢 还有一些基金经理呢 他可能是更偏向于交易型的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这个 称之为呢 他更多的是关注市场波动的 那么这种时候呢 他所能管理的资金呢 就不那么大 当然我说的这个大呢 当然不会说比这个一个亿更少 因为呢 咱们的公募府的要求 要求要投成立满一年 同时呢 这个规模要在一个亿以上的 这种资金 所以呢 我们不会投特别迷你的基金 但是呢 我们也会关注这个基金的规模 不然的话 大家给了我们这么多钱 我们投不出去啊 因为我们不能够占到这个基金的一个 超过20%的比例啊 明白明白 看来是在这方面 郑博士也有自己很独特的见解啊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说 对于不同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 不知道您这边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想法 因为我看到的一些 就是市场的一些实际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说有一些明星基金啊 它所在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并不是特别大 特别有名 然后呢 这个有 当然有一些就是大的基金公司啊 它可能我感觉 它旗下的这个基金可能整体的业绩水平呢 会比较整齐一点 所以那您在选择不同基金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基金公司的规模的大于小 您这边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这样来说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基金公司它也有自己的品牌 那么大的基金公司和小的基金公司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跟基金经理一样 它有它自己的能力的范围 当然呢 我们是这样觉得 其实呢 基金管理公司对自己旗下基金经理的态度 或者对旗下基金经理的一个支持程度 或者它的一个选择程度 实际上是我们考察这个基金管理 基金经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基金公司 它肯定是非常了解自己旗下的基金经理的 那么它觉得这个基金经理好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这个基金经理呢 会给它管更多的产品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选基金经理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 叫做去看那些管了多支产品的基金经理 为什么呢 因为就连最了解它的领导 所以了解它的同事都愿意让它管更多的产品 那说明它的能力在内部肯定是受到高度认可的 那么这样的基金经理呢 实际上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 又回到程老师刚刚说的 我们总是要拿数据说话的 从我们统计数据来看 这些基金经理 它的好的基金产品 因为它管了多支 它可能会有自己的旗舰产品 这些旗舰产品所表达出来的业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是由统计数据能够证明的 明白明白 看来这个正模式它看待问题的角度 确实和咱们广大投资者不太一样 从这些很小的地方都能演绎出这么多道理来 那下面就是说有网友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比较流行一个定投的概念 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这个FOF基金 适不适合定投 或者您认为什么样的基金适合做定投呢 我们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定投实际上是一种 我们讲的特别不超新的一种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是不是在所有的市场都合适呢 定投有一个很简单的前提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因为我们也做基金的投资 所以我们也研究不同类型的基金投资的方法 定投有个很简单的逻辑 是因为我在投资的过程中 我的成本一直都在低位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股市